泥沙 垃圾和排泄物散乱一地 被杂物堆满的房间让人不忍之事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三个孩子的家 美国警方在佛罗里达州 查获这间脏烂不堪的屋子 一座屋檐下住六个人 还养了从老鼠到猫狗 大大小小共245只动物 其中几只已经不治 警方表示爸爸想要带小孩搬出去 却被妈妈阻止 只好通报相关单位 也让整件事曝光 三名孩童现在占居亲戚家 所有动物也送往收容中心 群众积极为孩子 群众积极为孩子和动物 募集物资善款 而三名成年人与虐待儿童 与动物的罪名遭到逮捕 大新闻将过田编译 未经许可,迫达近年人的公众积极为孩子和民主随